分类三级款实木床,框架各部件,足度摆放 下面在所有板材上,这样的孔内安装垂头罗姆,垂头一字口朝上,孔对决外侧,塞入板材孔内 塞进孔内 再看一下我们床头板和床位板上,板材中间有画好的标记,对转标记,安装U型铁 这样,开口方向要保持一致,然后对转孔位,用小自然固定 图图在床头床尾上,安装两面U型铁,安装床头腿和床头板,大家看一下床头上,下车有两个孔位,孔位靠外侧安装,不要装反 然后对转孔位用螺丝固定 用半手拧紧螺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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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面两根扣背软,大家看一下上面的孔位需要翻过来 向下 两根都翻过来 确保正面看不到孔位 对转孔位用螺丝固定 安装另一侧床头腿,也是上面的孔位扣外侧安装 大家看一下床头板,上面的U型铁开口方向,是朝上安装,不要装反 安装床尾各部件,大家看一下床尾板上的U型铁开口方向朝上 然后同样的,床尾腿上,上面孔位靠外侧安装 对转孔位,用长螺丝固定即可 对转孔位,安装另一侧床腿,也是孔位靠外侧安装 安装床头和床帮,看一下床帮上的托条,靠上安装,不要装反 然后对转孔位 从床头后侧,用螺丝固定 对转孔位,安装床尾和床帮 安装另一侧床帮,看一下床帮上的脱条,方向朝上,不要装反 下面找出龙骨和立珠两个部件,如图摆好两根立珠 然后从正反两侧,用铁片加小子公司固定 如图用铁片固定,小子公司拧紧即可 如图安装所有龙骨立珠,正反面都需要用铁片固定 对转U型铁安装龙骨 大家看一下龙骨两头对转U型铁,用小子公司固定龙骨 下面捐分百双,所有铁板 铁板两头有定位孔,对转定位孔,用小子公司固定铁板 铁板本身,チェック铁板部分 都需要用铁板面サイ 似乎铁板尽里大,小子公司